這三款都會是早上年 上年初初G-SHOCK正式推出智能錶時 這三款搶到到處都沒有貨 現在到這時隔了那麼久 當然有貨,有貨之餘還有什麼 早買早享受,遲買便宜幾個 現在這幾款GBDH2000系列 我們現在做2480特價 當然會員會再有優惠,三款同價 好像當時都是三個顏色 這三款都會是智能錶款 亦會有Hardway看訊息各種都可以做到 這些因為剛剛出的時候大受歡迎 所以當時這番貨又極度稀缺 現在又便宜了款式又齊全了 今天大家可以趁著新年出過花紅的時候 之前買不到的話你們可以試試 現在過來看看,帶上手了 它對比新的電貓 它會相對小隻少許的 反正膠紙都散了,我先看看 你看看我們放在櫃裡面 它都會充到電,但這真的會慢慢流失 這真的會,但它除了太陽能之外 它是,咦咦咦咦咦,都會有這個充電 用USB插,之後有一個夾 好像夾那樣的一個充電器 它會幫你充電的 所以這隻標高強度使用就可以用這個充電 如果只是日常看時間,個小時看訊息那些 你們就可以由它去太陽能量充電 這隻呢,我不知道市面上所有智能錶的品牌 但反正它這隻是一隻 很領先的一隻太陽能智能錶 因為智能錶如果大家有戴開的話 電量一直都有很多人去救病這個問題 它太陽能的話,普通日常使用 是完全不需要怕它沒有電 當然如果瘋狂做運動 用它各種功能的話,那些就要夾充電 但一般人應該就很少會使用到 需要到這個程度 因為即使你做運動力強極 你都是可能三四五個小時而已 比到盡 都可以應付到的,如果有太陽能那一部分的話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吧 現在抵了很多 對比剛剛出的時候好像要三字頭 現在2480而已 2480重要會員是有優惠的 一隻非常輕身的智能手錶 因為它整隻都是G-SHOCK工藝 一樣都會有防撞的功能 都會有印著POTUSA這些 所以我要黝巖창工藝 我相信市面上好像沒有哪一個智能漂亮 說過自己會不會滑 definit 好像沒有膽 聽完 Wouldn'tgeons & Sim 看看呢 除了出新的環境 而且智能标连机身都很轻 不是吧?我没看错 三十多 三十七克而已 这边换一换 三十七克而已 非常轻身的手标 带了除了厚度之外 完全感觉不到它存在 当然G-SHOCK的自己康家本领 防水各种防撞都会有的 我问个牌子出来 这里可以看到SHOCK RESISTANT 一样可以防撞 它亦会有GPS定位功能 后面会有HARDWAY感应器 亦可以连接智能手机 200米防水 还有两种充电系统 最初G-SHOT出智能标时 很强悍的地方 当然现在已经出了很多不同款式 都已经有三四个款了 智能标现在 计算刚刚最新的电猫 但是它们都喜欢多些 真的会受欢迎很多 对比H5600 大家就看看 可以过来门市看看 因为我们这些都多货 所以可能很多门市都会有这些款式 或者可能最多不齐颜色 三纸色 全黑色 蓝橙色 以及熠光黄 熠光粉和熠光黄 超沙省的颜色配搭 好 三款都是2480 对,2480 三款都是